这也算是2024年的首趟了 首先在这里注视频下的所有朋友们 新年快乐 去完了武汉的南瓜山 当地的粉丝给我强烈推荐了 距离武汉主城区50多公里的木兰山 山上有大片的废弃老建筑 大多都是曾经的招待所 度假山庄等 今天咱们来的是 鉴于上个世纪的东泉宾馆 据闻曾经有导演在这里 拍过一部同名的恐怖电影 荒废至今应该快20年了吧 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探索体验吧 祝君平安 这里边的楼好像都是 连成片的哦 这一大片 喂 有人没得 不知道是何原因呀 院子里边放着四尊雕像 从左往右是弥勒佛 还有观音菩萨 还有一位妙龄的女子 黄袍加身的这位 不认识哦 挺多呀 感觉这里边修的房子 错综复杂呀 这一个长长的大串牢 90年代营业的 这当时就已经有浴缸了 可以说 这个地方以前应该是挺多呀 哇 好大的一个眼罩了 这门上有字哦 拍手笑杀哦 一生都是愁 是新气急写的吗 这写的挺有年代了 你看这上面字都已经模糊不堪了 这个里边的房子我发现 都是两道门哦 你看外边是一道纱窗 可能是防止夏天热的时候 闭蚊子的 然后是有两道门 一个前门一个后门 这里是 画着一个龙哦 雕龙花洞 这么粗的一个柱子 这上面还有字呢 螺旋梯成天行工程师设计 1989年6月落成的 这么大的一个冰果 螺旋梯都是由专人设计的 一层一层的旋转上去 然后我发现它这里边的这楼房修的 应该是确实是由专人设计的吧 你看这两边的房子 都是给人的感觉 布置的特别的巧妙 这里好多的沙发呀 看着上面 有这个闪耀的灯球 这里应该是 跳舞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野 这里想必应该就是 灯光师或者是工作人员 待的场地啊 在那遥远的地方 掀起了你的该偷来 青藏高原 同一首歌 哇这都是老歌啊 如果要是上隔壁这个楼的二楼的话 得从这里下去 然后这才能到他的二楼 这里就是咱们刚才 待着那个楼 这三楼总比旁边的三楼要高一层 对面的那个三楼 又要比这个三楼要高一点 感觉挺的呀 这楼梯 其实好奇的朋友们 真心不建议大家来啊 因为这里边 很多那个枪皮 都已经坨落了 甚至我刚才逛的过程中 都有坨落的那个枪皮 虽然这个房间的大门 已经被藤蔓所包围了 但是依然能够从蛛丝马迹中 看到它曾经有多么的豪华 看样子应该是一个吃饭的播房 地上有个大圆桌 看这上面 可以说是金碧辉煌 还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 这里是顶楼了 这里的播房你看 安全措施做的挺好 全都是大铁门 古人说登高望远 成不起我呀 果然是站的越高 看的越远 可惜我这肚里边没墨水啊 写不出一句诗来呀 这个东泉宾馆挺大的啊 咱们可以上对面那个楼去看看啊 对面还有一片楼呢 这里堆积了这么多的大沙发 这是酒店的大堂所在地啊 这有个八台 维特儿来杯威士忌 大台上放着一个这是观音吗 这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啊 咱给人家放回去 这也不知道谁干的呀 这个也有这个 这都成这样了 有没有一种家庭小院的感觉呀 这是楼上 喂 有人吗 这里多少个客房布啊 你看这房子修的 一个棱角一个棱角的 就好像是给人一种层次分明的感觉 这房间里面堆了大量的破床烂椅啊 这里边也是 哦呦 炉子这么高 你好 有人吗 喂 这房间怎么这么有感觉呢 红色的窗帘子啊 好那个呀 这墙上 灰满了2013年的报纸 这是给客人住的吗 玻璃也是黄的 喂 有人没得 哦 上面滴着水呢 这个格局 可以说是咱们看的飞汽酒店里边 也算是挺少见的了 会议室 这里是开会的呀 哦 这应该是那个又大又长的那个 会议桌啊 这家伙 远处还有一个楼呢 哇 后边还有楼呢 挺能够呀